那法文系适合什么特质的人呢 第一个当然你一定要对语言有兴趣 不要总是碰到新的语言就说 我听不懂啊我都不会讲 再来呢就是你的好奇心 常常会 像我常常就会去想说 为什么我们是这样 可是法国人他们却不是这样子 那大家说法国浪漫是真的吗 再来呢你要勇于尝试 因为学习一个语言很重要的 就是你要去结交外国的朋友 所以你不要就总是畏畏缩缩 你要跨出那一步 跨出自己的属性权去认识法国朋友 反正他们也不会吃了你啊什么 就不用太担心 再来就是开放 我这边开放不是只随便 或是你穿得有多多么 大家说的美式风格 但是就是 我的开放是指说 你的心态上要开放 你要去接受大家可能对于一件事情 好比说很简单的结婚这件事情 法国人他们觉得同居就好 你不一定要婚姻 你不能因为可能在台湾大众都觉得 结婚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你就否定他们 你要用不同的角度去看待一件事情 我觉得这是还蛮重要的一点 那法文系带给我什么呢 就是第一个当然是法语能力 比如说听说读习 这是最基本的 再来呢就是国际交流能力 我们刚前面有提到的 Salon Fonse 那你可以在那边认识很多的 不管是法国或是比利时的交换生 那还有我本人就自己有到法国去做交换 那也在那边认识的除了法国以外 比如说有很多就是越南人啊 哥伦比亚人啊 韩国人等等的 再来我觉得法文系带给我一点非常重要 就是同利心的部分 我非常喜欢法国人的一个观念就是 我理解你但是我不见得同意你的这个观念 还有就是多面向思考 因为我们要去辩论 那在我们跟老师做辩论的时候 你必须要列出这个主题的优点跟缺点 那你最后会有一个conclusion 我就觉得在这个部分 因为我们必须要去思考同一件事的不同面向 所以就是帮助我很多 在比如说工作也好啊 人际交流也好 就带给我很多正面的影响 那再来读法文系未来有什么出路呢 大家可能都觉得说 读法文系出来都是外交官啊 老师啊或是翻译导游等等的 但其实我们就业非常的多元 比如说我知道还蛮多学长姐 他们就是有去做行销顾问 那时尚产业当然是一定的 再来就是外商老板的秘书 发商老板的秘书 还有就是对法国窗口的业务 那为什么会特别提到行销顾问呢 因为好比如说你们看就是 很简单一个面包的品牌BOL 其实BOL在法国是非常非常的 没有那么受欢迎 他们随便一个local的面包店都比BOL还要好吃 但为什么他可以做到就是 想就是打响就是全世界 甚至在台湾大家可能买了BOL就觉得 这是一个还蛮就是高级的礼物 或是高级的面包等等的 这就是相对就是关于行销的部分 那如果我们学了法文 我们就可以去到法国读硕士去学 或甚至进这个公司 然后去工作等等的 再来就是时尚产业 时尚产业跟法国是绝对脱不了关系的 那如果你有法文的这一项特质 你就很好进入 比如说像是V&L集团啊 或是其他法国的时尚产业等等 那是V&L集团 那是V&L集团 那是V&L集团